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光的伤害非常的严重 我们做了很长的研究 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发炎 特别里面的这个叫做蓝紫光 很容易让眼睛产生所谓的氧化性的废物 那会让眼睛发炎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看手机啊 看平板看久了眼睛不是会酸涩 其实有相当的程度它已经是发炎 那发炎不处理 最后就会有所谓的黄斑部病变 一个蓝光我们说至少对人的身体两个伤害 它是不分日夜伤害我们的眼睛 本来人12个小时的灯光 白天12个小时的暗夜 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褪黑衣服分离 所以身体会非常健康 结果现在就因为照光分离不出来 晚上会失眠 中长级会肥胖 接着会有二类型的糖尿病 再来是心血管疾病 长期30年的时间 妇女会非常容易罹患主癌 男生呢 社护线癌 到了老年之后 阿滋海默症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晚上不要照光 白天可是要照光 从眼睛的角度 只要长期用眼睛看书 工作的人要非常小心 你的光线最好是蓝光比较少 比较好 看电视 玩手机不要太亮 光线不要太蓝 用的电灯 不要用纯白光 冷白光 甚至暖白光都不够好 要用纯白光 像蜡烛那样的光色 像一万两千年前 人类就发明的油灯 那个光色一样 那你就可以 看的就比较安心 然后它的伤害是小很多 我们在2009年有个重大的发明 就是泪太阳光 大自然给我们的光是颜色是会变的 然后那个亮度也会变 就是人的光没有变 结果发现医学有太多报道 一直在讲说你们做的光 太多蓝光有蓝害 你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光没有蓝害的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的 类太阳光 它的那个光色 如果用色温的角度来讲 它可以从很高到很低 我们已经有这个基本技术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从 太阳光做成竹光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 那蜡烛那么好 那就用蜡烛就好了嘛 但是我们发现说蜡烛 有很多的缺点 它里面会放出PM2.5 那我们就开始说 那我们就去仿蜡烛 2010年开始 这8年我们是集中火力在做 健康的好光 就是竹光OLED 怎么样给太空人 一个比较健康的光 特别是无蓝害的光 现今人类 没有人有办法做出 无蓝害的光源 而我们清华大学做到了 然后也有这方面的技术 今年的4月27号 美国太空梭 跟国际太空站照明设计的负责人 Brenner教授 从美国飞到台湾 它就是要跟我们谈 无蓝害的竹光OLED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发明 那怎么样跟他们的 太空站的照明 节律照明 然后可以结合 世界上做OLED的大国跟大公司 甚至著名的研究机构非常多 我们是在类太阳光跟类灼光部分独步全球 那在类灼光部分我们首先是在2015年得到国际暗天协会的一个年度的照明设计奖 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就是说这个竹光OLED做的路灯 它对夜空的污染最小 再一个就是竹光OLED 我们参加这Lite On叫做光宝的年度设计大赛的时候呢 我们在全世界3000多人1000多队里面拿到第一名 这个技术经济部一直留意 然后也在同一年就支持清华大学 然后跟资金光电的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技术呢 让它能够量产 那他们也把这个计划当作是经济部加创计划里面的亮点计划 在这边要呼吁的是 这个蓝光伤害人的眼睛跟身体 像3C产品可以用 但是用的时间不要太多 不要让眼睛一直睁着 一直看 因为眼睛会累 眼睛会累 所以要恰当地使用 但是晚上的光 可以不要有光最好 如果要的话 睡前最好光暗 特别是随着年纪渐长 它需要时间培养 褪黑激素 让你有睡觉的氛围 最后你就可以熟睡 褪黑激素大量分泌之后 你的身体就会非常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